先前巴西卡车司机罢工抗疫燃油价格飙涨 后续石油工人也跟进 要求巴西石油公司总裁巴伦特下台 6月1日巴伦特宣布辞职 有经济学家担忧 国营企业的价格政策恐怕将受影响 巴伦特向总统泰梅尔提出辞呈 对公司已经尽力留下来 并没有办法给企业和政府带来积极贡献 尽管对巴伦特的决定感到遗憾 经济学家波利表示并不意外 因为泰梅尔政府受不了压力 决定在燃油价格方面采取新大众主义作风 有为巴伦特的专业原则 但有专家认为巴西石油公司领导阶层的变化 对公司信用不利 国际信贫机构穆迪的资深分析师艾梅达表示 巴伦特的离开显示巴西石油公司金融政策的改善趋势 可能受到影响 巴西石油公司在巴伦特任内采取的燃油价格政策 按照美元和国际市场油价变化调整价格 导致汽油和柴油价格累积上涨超过50% 因此导致批评 在巴伦特辞职之后 巴西石油公司董事会推举国企财务部主管蒙泰罗 担任代理总裁 并且强调巴西石油公司的复苏 政策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